中国是最离不开猪肉的国家,毕竟世界上有一半的猪肉都在中国,而中国人也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上最能吃猪肉的人,所以在国内,无数商家都想生产出更好的猪肉。 而这几年来,在市面上被炒得最凶的,可能就是土猪和健身猪了,那么,这两种猪肉真的更好吃吗? 下面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,给大家分析一下,一,健身猪,所谓的健身猪,就是在饲养的过程,经常参加锻炼的猪。 网上大家经常会看到猪成群跳水的视频,其实就是养殖户在逼迫它们运动,而运动对于猪来说,确实是非常有好处的,不仅能提高猪的免疫力,减少患病的可能性,也能增加食量,提高生长速度。 此外,参考人来说,肠锻炼确实能让体质率下降,肌肉会更紧实,在猪身上相信也有一样的效果,也就是说,运动确实会让猪变得更加好吃一点。 但是,健身猪的吻事,更多的是好做,使商家逼,猪去做一些好玩的运动项目,其实猪一点也不懒,专业的养殖场,都会让猪每天去做几个小时的运动。 比如说,让猪在环形的单向跑道上奔跑,大家可能没见到过那个场景,猪在里面相互追逐的可开心了。 所以说,大家没有必要特意去购买每天跳水的健身猪,这些一家紧背的猪肉,性价比实在是非常低。 二,土猪肉,先要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,目前国内超过九成的猪肉其实都是进口的,有苏联的大白猪,也有美国的杜洛克猪,还有丹麦的长白猪。 而近些年来被炒起来的土猪肉,其实就是中国自家生产的猪肉。 不可否认的是,土猪肉确实更好吃,因为中国土猪的脂肪含量较高, 自然也就会有更加细嫩多汁的口感。 此外,土猪在吃水性、脂肪酸和氨基酸构成等方面,也有着一定的优势。 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土猪肉就更好。 前面谈到过,这种猪肉瘦肉率低,所以常吃更容易,引起肥胖,不利于健康。 而且由于它的饲养周期长,成本高,炒地热,所以价格也要贵上好几倍,因此,也绝对不是居家过日子的首选猪肉。 其实,不管是哪种猪肉,在营养和口味上都不会相差太大,而选购猪肉最重要还是安全。 无论是哪种猪肉,都应该选择正规厂家,简易合格的猪肉,也只有这样做,才能让大家吃得放心。 各位朋友,猪肉,牛羊肉,鱼肉里,你习惯吃哪种肉?你觉得哪种肉更有营养呢?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生活经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